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道家常菜 黄豆芽炒油豆腐 非常简单 而且它对火候时间的长短 都没有什么要求 只需要前期你做一点点准备工作 首先豆芽要摘一下 那黄豆芽 这个部位留着 除了不好看外 它的口感也不好 所以不能偷懒 要把它摘掉 摘好后 冲洗干净待用 接下来处理油豆腐 那油豆腐最好用热水先泡一下 这样捏掉一些油脂 可能会让你吃的更方便一些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热水倒掉 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捏干水分 那不管你用的是大的油豆腐还是小的油豆腐 都要把它破开才能入味 那小的呢你就可以把它一破二 那大的呢可以一破四或者一破三都可以 再可以准备一些葱花 开大火 下油 多少随意 一般我不放很多 葱花先下 爆香 紧接着豆芽下 翻炒 翻炒片刻 耿出水了 我们就下盐鲜 因为豆比较难入味 而且呢 油豆腐它很稀味 所以盐要先放 放在油豆腐下锅之前 可以多放一些 把油豆腐的盐也放了 把油豆腐的盐也放了 然后滚点水 火变小 盖上盖 煮到豆腥味没有了 豆腐变松软 差不多两三分钟这样就可以开盖了 那不要反复开盖 因为里面有葱容易泛黄 那如果把握不了咸蛋的话呢 就尝一尝 这个菜要尝汤水 最后放少许糖 掉掉鲜 就可以装盘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